通轩道人想了一下说道 他们要擅自行动会打乱谋划 后果不堪设想 你去把不死血鸟叫来 我与他小之一礼 非凡说道 不死血鸟极为高傲 万一不合作 看到通轩道人眼神一寒 立刻就明白了 点了点头 叫了一个随从过来 去血屋的阵营请不死血鸟 那个把大话舌一下砸回洞府里的人 就是道风 非凡想起道风那一眼的神威 还有点不寒而栗 叹道 这人太恐怖了 通轩道人叹了口气 我若夺舍成功 或者有实力能与他一战 但是现在是不幸 好在他被几大宗师追杀 虽然奈何不了他 但一时半会儿 绝对回不到这里来 只对付叶少阳一个 我还是有把握的 非凡忍不住笑了笑 张天师到佛双修 又精通鬼术 可是听上去 似乎对道风有些惧怕 通轩道人转过头来 定定地望着他 我随口一说 张天师 你别见怪 非凡急忙道歉 他对于通轩道人的实力 自己这个心上任的大乌仙 绝对不是他对手 通轩道人缓缓地说道 你知道 为什么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修为高深的法师 最终往往都死在 修为不如自己的鬼怪手上 你知道为什么 非凡缓缓地摇头 拱手说道 愿闻吉祥 鬼妖邪灵 闪常变化 更闪常一些 鸡鸣狗盗的手段 所谓鬼欲伎俩 便是如此 而法师不一样 法力越强 内心越自鸣不凡 有所谓的原则 就像古代的侠客 不愿意背后伤人一样 这种人 捉鬼想要 很多手段 不屑使用 但是 邪修的鬼妖邪灵不一样 只要能灭了对手 你让他干什么都行 所以往往总是 战胜比自己更强的法师 非凡听到这里 恍然点了点头说道 嗯 受教了 通轩道人摇头叹气 但是道风不一样 这人出身道门 却修炼鬼术 用正道所唾弃的那邪法 斩三十正道 辱魔邪秀 也没有任何酸腹的原则 你邪 他比你更邪 你狠 他比你还狠 你说你怎么斗得过他 非凡和张世民动容 张世民无奈地说道 这就像是 鲍龙兴他老爹说的 贪官要奸 清官要更奸 你不奸 你怎么斗得过那些贪官呢 通轩道人说道 这话说得好 鲍龙兴是何妨高人 叶绍阳一夜没睡 为了避免温华交对自己不轨 他一直把他封印在阴阳镜中 没把他放出来 自己躺在茅坛上 想的最多的 就是道锋被清云子追赶这件事 他一点也不担心道锋的安全 就算道锋不敌几打 总失联手 跑还是跑得掉的 而且他用不着想也知道 清云子一定不会真的去对道锋下杀手 也只是迫于压力 不得不应付一下罢了 不过想到昔日的师徒二人 如今不得不刀兵相见 不敢相认 心中也是唏嘘不已 还是当一个普通人好 生活在一个天下无鬼的世界中 每天上学恋爱 卤我卤的 也是一种平凡的幸福 第二天一早 叶绍阳刚睡醒一会儿 就被沐清宇叫醒 告诉他 石磊回来了 连忙请到帐篷里 石磊后面跟着一个汉子 肩上扛着一块被红绸子包起来的条状物 叶绍心头一喜 说道 这就是石磊 我亲自到文物局要他 如假包换 石磊让汉子把石磊放下 挥手让他离开 蹲下去 解开红绸布 一块古朴的石头露了出来 不是普通的石头 而是黄澄澄的玉石 黄龙玉 叶绍阳惊道 虽然黄龙玉不值钱 但是这么大一块黄龙玉 还是很少见的 是黄龙玉 石磊说道 要是普通石头 文物局才不收呢 就是看到这是玉石 才收走的 把红绸完全解开 叶绍阳整个看过去 发现自己上当了 这哪是什么啤酒啊 根本就是一只鸟 一只展翅高飞的九头鸟 站在一块石头上 雕工混沌 但是并不粗糙 有一种浑然大气的感觉 叶绍阳仔细观察了一遍 然后整个抱了起来 感觉整个有三四十斤重 还好 石雕的底座是八角形的 中间刻着一道符文模样的图案 非道非佛 找木青鱼看 也不是乌文 这个很可能是古苗文 石磊说道 相传 苗族古时候有自己的文字 后来失传了 最近些年 出土一些苗族的文物 简洁证明了这一点 但还没有直接证据 叶绍阳说道 我没文化 别说这些我听不懂的 这上面的文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石磊塌了摊手 古苗文 无人可解 叶绍阳郁闷 静静自己 没让他啰嗦下去 放下石碑 围着走了一圈 边看边说 我能感觉到 这石碑上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应该是石碑中间 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或许 是某种巫术 那打开看看 叶绍阳摆了他一眼 然后你再用胶水 沾上是吗 那就不用了 废话 叶绍阳望着石碑 点了点头说道 这一定是用来 镇压画蛇的 所以雕成 九头鸟的形状 这话怎么说 鸟是蛇的克星 九头鸟 又是鸟中一手 能压制住蛇 有这东西 我们就要重新 封印画蛇的希望了 叶绍阳伸出手 从鸟背上抚摸过去 突然听见 咔嚓一声 鸟的左翅膀断裂 简端掉在了地上 三人目瞪口呆 跟我没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